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is 但你 在近日海外香港人甚至乎全宇宙的人 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应该是 在14号发生的那一宗 事源在Facebook发布煽动港独信息 那一位留日女生 在3月回到香港换身份证时被警方的国安处拘捕 根据警方的透露 她是干犯了港区国安法20和21条 是煽动分裂国家罪 对比去年12月 那一位叫做徐海俊的18岁年轻人 她就曾经在年登发帖改国歌歌词 并且在YouTube发布以粗口哼国歌船屋的影片 而最后被判作出一项或多项句煽动意图作为等四序 并且去年底被判入交道所 那对比于徐海俊 因此这一宗视频用Facebook煽毒的案件 就由于涉案的女子是在日本留学当时放出 故此跟徐海俊不同 徐海俊是域内法权的案件 但是这位留学生 它就是属于国安法域外法权的案件 即是俗语所说叫做长臂管核 故此它又被称为香港国安法域外法权案的首例 那这种案件不单令海外的香港人个个提心吊胆 更由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亚古致指在日本亚府网站赞文 并且表示对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法权感到非常担忧 根据《明报》的透露 说香港警方的回复引用国安法的第三十七和三十八条 任何人在香港意外干犯本法规的罪行是军式用本法 这里所说的任何人是包括海外任何一个地方的香港人 包括史丹尼 此外任何人也是applied to这位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 亚古致指甚至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根据《国安法》的三十七和三十八条 如果在澳洲、日本、甚至乎美国等等 一旦干犯《国安法》当他们去到香港 或者和香港有引渡法例的地方是一概释用 Stanley 意气记得 在2020年的六月当香港《国安法》环空诞生 海外的媒体就已经表示十分之担心 因为《国安法》利害之处就叫做域外法权 或者叫做长臂管核 关于这种海外的法权和管核 在中美两国时时都是说来说去 她的最复杂之处是在地域文化的差异 又或者意识形态不同 分分钟是中了招都是不知道 故此如果你要问Stanley究竟担不担忧 老实说Stanley就没有阿古致指 这位日本教授这么担心 原因很简单 讲风凉话的就是 今次轮都轮到你们外国人去担心 过往的两年多香港人是一直这么担心 记得在几个月前 当徐凯俊改国歌 和用粗口亨国歌旋律的影片出街之后 关于这一件的事情 Stanley就有些朋友 share去的担心 说怕看YouTube之后回香港会被拘捕 故此当Stanley3月回香港 是很想以一个YouTuber的身份回香港 究竟会不会被人拘捕 此外在那一个月 Stanley是拍摄了好多的影片 是十分之高调出了样子 讲自己在哪个区份居住 兼说到有一次的旅程 是好像李卓人老婆一样 无端端去了罗湖的情教所 Stanley在香港这么高调出片的原因 是当时Stanley认为虽然香港是有国安法 但Stanley相信如果一个人 他是没有违法的意图 他应该在香港依然是有自由可以去讲话 以及用YouTube或者Facebook的平台 去拍片 以及保持社交网络 当中Stanley用了很多selfie拍片的技巧 原因Stanley想告诉别人 是摆到明映自己 但这一种的方法 是可以吸引到很多人会走入我的镜头之下 记得有一集去到湾仔合道的警察博物馆 连那些戏excursion的施者 都白白挂挂上我条片里面 当然香港警察做得好 我是会表扬 但如果他们烂打打说粗口 我也是会报道 故此总的说 在那位留日女生 回香港换身份证 而被国安警察拘捕的事情 出街之前 Stanley是觉得 很多人在去年12月 是将徐凯进事件 放得好大 以至好多的香港人 无论是海外或者在香港里面 都是活得十分之恐惧 就好像阿古智子所说的一句 非常担忧 说回今次域外首例的涉嫌煽毒事件 根据明报的报道 香港的警方 和日本的领事馆 都是不作评论 故此做片这一刻 Stanley就不知道这位留学女生 她在facebook里面是怎样涉嫌煽毒 而无想这一份叫做煽动分裂国家之嫌的罪行 Stanley就不是很清楚 但有一点 如果大家听自由亚洲电台和VOA的评论 这位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 就认为案情不是十分之严重 但有一点 正如Stanley较早前所说 那种所谓长被管轄的域外法权 最令人担心的地方 就是由于地域文化和两地的意识形态不同 在言论自由、民主、法治都有不同的赤道和观点 故此当有关当地是较严谨执法 就分分钟中了招都不知道什么事 就比如说独立 如果在五眼联盟的国家 英国的苏格兰或威尔斯 加拿大的Montreau或Cubeck City 美国的Texas 阿拉斯加或夏威尔 澳洲的Tasmania 以及纽西南的南岛 他们就时不时轮着都说要独立 但反过来 在中国大陆 如果你说到新疆、西藏、内蒙 香港或台湾 一说到这些独立的事情 就几乎等于死罪 这些就正正如Stanley所说 一旦这些事情 而去到长被管轄或域外法权去执行 就十分之令人非常担忧了 特别是外国人 那些不熟悉中国官场文化 和意识形态 的多口一族 就肯定听到 今次这宗香港的域外首例 相信他们有一排 都不敢来香港那里吃烧鵝 或者去澳门那些casino 玩两舖大小和blackjack 至于facebook和youtube 他们的股价应该都会跌几个月 真是令人非常担忧 好 说回这一条片的第二主角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亚古字旨 那为什么他就着这一次 域外法权场被管轄的facebook涉言线毒的事件 是有这么大的反应 说非常之担忧 那究竟是不是日本的女学者 就十分之chicken 所谓细胆 那关于这一点 Stanley就可能share到他的担忧的原因 那记得在80年代中 Stanley就在加拿大东岸一个大学城 读书和信耶稣 那当时教会的长老 是一间Tatical University的Chair Professor 那故此 在圣诞的期间 就有很多中国的学者 去到这位台湾教授的家里面 参加一些家庭的聚会 那在家序的期间 就有一些的大陆学者 走来问Stanley那些宗教信仰的事情 由于当时Stanley都是年少无知 反而问那些学者 我说你们在大陆出来 做访问学者 大陆是一个CCP的国家 共产党的背景 是属于无神论 Stanley就问他们 你们的政府可以给你们出国 去问这些宗教那么敏感的事情吗? 那当时这几位的大陆学者就这样 和Stanley说 他说我们做学术的人 在学术的研究 我们是可以去探讨一些深奥的事情 去再重复 这些学术的探讨 是不会受到国家的固有意识形态所规范的 那当时Stanley对学术研究的认识是比较枯淺 所以是不能够完全理解这几位学者的回复 但是Stanley他一直是记住他所说的说话 那几十年之后 当Stanley有机会在纽西兰和澳洲不同的大学 有postgrad的研究 才慢慢明白在学术上 我们是可以去探讨很多的事情 就比如说独立 我们是可以用黑格尔的methodology 去研究独立的好处 或者独立的不好处 以至我们可以做着一些精准的研究 而作出一种叫做Scythesis合成的说法 故此关于一宗涉嫌腺毒的事件 由于我们不知道那里面的详情 究竟这一位回来香港换身份证而被捕的女子 她在日本里面用Facebook所发表的东西 是为什么会被认为涉嫌腺毒 在此刻Stanley就不能够作出一个评论 但是有一点如果从亚古字子 去所说非常担忧 如果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 即是说当是要用学术研究去讨论 香港台湾或者大陆的新疆 西藏外蒙等地的独立事件 而是会受到港版的国安法 又或者大陆的国安的墙被管车 又或者域外的法权所不能被允许 以至她有一天来到香港 又或者去到其他世界的地方 和香港有引渡条例的地方 而被拘捕 这位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 亚古字子的担忧 非常地担忧 可能就是由于 她感受到大陆对学术的研究 是已经倒退到1980年代中 甚至乎是倒退到文革的年代 即是连戴眼镜都有罪 好今集Stanley的片就做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